我觉得你有一点特别好 是你发现问题 你及早地把它说出来 你可以要求 当然了 沟通和交流这件事情 要想有效的话 就得找到别人的痛点 你才能沟通和交流 现在看起来 他对儿子是漠不关心的 他对这个家庭是漠不关心的 那么他的痛点在哪呢 所以图老师有一段话 我觉得你好好听听啊 这是最管用的 我认为比较在你们这个家庭里面 算有效信息的 你要老这样 你老婆哪天跟人聊跑了 咱也不清楚 你认为娶回家放在那了 我老婆就能这么瘦的 你太傻了吧 你把人也看得太傻了吧 一个在农村 能到四里八乡去收粮的人 这么一个男人他简单吗 他绝不简单 你不会说话呀 你不会唠嗑啊 我怎么不信呢 你说得太对了 农村收粮的那是最会说话的 他要把人家粮仓里的粮卖给自己 那是要说话的本领的 所以要说的有一点 我农村家庭也好 现代家庭也好 所有的家庭结构里面 重要的是交流 交流就要有效 你去找跟他有效交流的方式 非常简单 如果你需要这种有交流的生活 请你非常严肃地回家之后告诉他 如果你还把我当成一个木头人 如果你还把我当成一个 就这样就可以打发过去的人 那我可以不跟你过这个日子 底线要亮明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老婆 我一定改 我以后跟你俩多说话 没事多聊聊天 你可以原谅我吧 跟我回去 让我想想吧 请亮灯吧 记住他刚才那张脸 那话说得多顺流 那表情配合得多好 你还是一个不会说话 不会交流的人 细节骗不了人 回吧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 请回 这个我们看到了 一对来自农村的夫妇 妻子上来就说 他们家过的是末片的生活 有很多家庭 其实现在还在过末片的生活 看起来都在交流 特别的热络 其实有效的交流真的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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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谢谢两位啊 来来来来 谢谢 会说话吗 谢谢 会聊天吗 会 行 回家陪老婆好好聊聊吧 走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了 我们看到了一个 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家庭 我们做了一个观察 这大概是一个不交流的 一个极致版本 希望他们通过今天的节目 能够找到一些生活 或者说夫妻的相处知道吧